贺泽客弟子综艺影视全面开花 原来他们的成就不比云自科低 18届华表奖翻奖仪式上 波德纲的贺泽客弟子张赫兰 凭借《老师好》这部作品成功拿下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 如今的张赫兰已经专攻做导演了 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谁能想到郭老师的贺泽客居然也是人才辈出 除了做导演的还有人十分有领导才能 如今直接成为了德云社的高层领导 此人正是刘赫英 当年李赫彪打人事件爆发后 整个后台死气沉沉 最后还是刘赫英出手 代表德云社开记者会 将整件事情合盘拖出 顺便还让李赫彪做出道歉 最后成功挽回了德云社的口碑 自此之后刘赫英便被郭德纲赋予重任 专门负责德云社的对外工作 甚至还有传闻称 蓝云平的副总职位也是刘赫英向师傅提议的 从这能够看得出来 刘赫英在德云社的地位或许还要超过蓝云平 而同样是在德云社掌握实权的赫德克弟子 还有主任杨赫通 对方被郭德纲任命 在德云传席社负责学员管理工作 很多学员的晋升与淘汰都是他说了算的 所谓他的职位有点像教导主任 而贺泽克比较出彩的弟子还有高贺彩 对方早年因为要去上海处理工作 不得不选择离开德云社 后来高贺彩在师傅的帮助下 成功在上海创办相声源自销乐会 如今发展的也是相当不错 我高贺彩是郭德纲先生 所有努力当中会单独发展 到现在跟师傅还没有闹开的努力 我是14年就离开了北京德云社 说到咱们上海来单独发展 二发展 我们向上海的小团队 叫销乐会 如今的高贺彩 俨然已经有了一般执主的风范 从这儿能够看得出 德云社贺泽克弟子真的是人才辈出 而除了以上这些 还有在脱口秀节目中 大杀四方的闫和祥 非常有综艺天赋的张赫伦 跨界参与小品与影视的孟赫棠 可以说如今的贺泽克 真的不比云泽克差到哪里去了 那么你们还知道 贺泽克还有哪些优秀的相声演员吗